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手艺人 手艺贤熟 很多人都上门去买他的雕塑 雕塑的非常好 但是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喜欢的雕塑妖魔鬼怪 怪怪的那些 就像很多现在小青年 很多人喜欢画那些怪怪的画一样的 对不对啊 那么有一天他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相貌发生了变化 而不是五官发生了变化 整个的脸相面相 变得非常的凶恶 丑陋和古怪 后来他到一个寺庙里 求方丈帮助他 方丈说 好啊 我可以给你治疗 但你必须先帮我雕刻 一百尊观世音菩萨的像 于是手艺人就开始 他要雕刻要研究 观世音菩萨的神情 表情啊 和这种德性 而菩萨的脸上很庄严的 很好看的 有时他研究到后来忘我的境界 半年之后 他把观世音菩萨的善良啊 慈悲啊 宽容的形象 全部雕塑出来 他急忙到庙里去找方丈 对方丈说 请您务必帮我治病 方丈没说话 从背后拿出镜子笑了笑说 你的病已经好了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相貌 已经变得非常的正气 断壮了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 向水心变 希望你们多看正能量 多看慈悲的下 少跟恶人打交道 台长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一生 一个老人也好 一个人如果一生 非常热情洋溢 总是这么小 那人有皱纹那是很正常吧 对不对啊 哎呀 总是这么小 他到了年纪大了 到了老人的时候 他脸上的纹路啊 也是慈眉善目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笑 面部僵化 一点没亲和力 到了老年 这个皱纹都一来 平时就是没做这个表情 他也是这样 向有心生啊 好 那么 好